南德縣社區瓶建小組一行人 首先體驗瓶瓶社區總體營造特色 利用社區娛樂空間打造而成的秀氣空間 以及在地情農與瓶瓶國小學生共同的參與 展現社區凝聚力和成果 社區的工作瓶建就是要來展現我們的卓越的特色 那我們的志工跟幹部們 他們在這段期間對我們這個瓶建的工作 大家都很急於賣力的在付出 主管心雷仔琴是因為我們做了改善 之前我們的雷仔琴下面我們是以烏溪的流水 那這次我們把它改變為生態的部分 所以我們的瓶瓶的特色部分 我們就選在這個主管心雷仔琴這裡展現 我們今天社區工作瓶建的特色 除了有藝術家進駐之外 還有許多豐富的農特產品 先遠唐曉芬及蔡明璇一致表示 社區工作重在落實方能創造佳基 希望透過瓶建能夠展現社區卓越的發展 也帶動地方的觀光效益 那所以這裡真是一個好山好水的一個地方 那也希望透過我們這次的一個瓶建 讓我們瓶瓶社區能夠讓我們南投縣各個地方 更看到我們的瓶瓶社區一個卓越的一個成效 一個發展 那也希望說更多的人來到我們瓶瓶社區這邊來做一個觀光 可以看到他們平常所做的一個努力 也是可以藉這個機會來做一個展現 那也是希望我們的社區可以越做越好 當然也是希望縣府跟我們地方 我們一起來努力 讓我們的有真正做事的社區 把它預祝一個資源跟經費進去 讓他們可以越做越好 平臨社區裡沒有任何便利商店 但是有非常友善關懷的體系 社區努力推動各項服務受到肯定 每一次的瓶建讓人看到不同的亮點 平臨社區有一個特色 他說整個社區裡面都沒有便利商店 但是他們有非常豐沛的這種 鄰里之間的人際的一個支持的網絡 代表說我們平臨社區能夠有傳統的 彼此左臨右舍彼此觀照彼此照應的這種美德 那真的是非常令我們刮目相看 在立任理事長的帶領之下 整個社區展現令人刮目相看 也希望該社區的努力 能夠獲得考評文員們的肯定與鼓舞 記者洪一輪草屯採訪報導 禁止 明明 偶 明 收